在上一集当中呢 我们谈了春夏养羊的养生法则 那么春夏是养羊 秋冬应该是什么呀 实际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谜底 那就是秋冬养阴 大家也都知道 说秋天来了 秋风一刮呀 毕竟它是凉嘛 也是寒风色色 树叶怎么样呢 也都飘落了 树枝呢也都开始干凸了 那么到了冬天 景色就又变了 白雪 那些动物啊也都怎么样呢 也都冬眠了 你一看大地还有生机吗 好像就没有生机了 实际上啊 不仅是动植物是这样 对于我们人来讲 秋冬你自己考虑考虑 你到了秋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首先呢 你这毛孔怎么样呢 是比赛了吧 你说你还要那么多汗吗 也没那么多汗了 人家也感觉怎么呢 感觉的冷了 说在春夏的时候啊 说我这肢体啊还比较怎么舒展 一到秋冬以后怎么样 人家走道都是怎么样 比较蜷缩了 开始蜷缩在一块了 实际上呢 就黄帝内经来讲呢 他说呀 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啊 人体的脉象和气血啊 也有产生变化了 我们都知道 中医说的一看病 叫望闻问怯 这怯就是指什么 就指怯脉嘛 是不是 说这个脉象啊 随着一年春夏秋冬的变化 它也有一些变化 怎么变化呢 它叫什么呀 春龟 夏俊 秋恒 冬泉 什么意思 说春天啊 整体这个脉象啊 就像龟一样 这个龟指的是原龟啊 是圆活而动 为什么有这支箱呢 是因为气血啊怎么样 涌到体表 逐渐往上走 圆活而动 夏天呢 夏阴中聚 聚是什么呀 聚是聚震啊 也就是这个聚是一个方胜 那就是夏天的脉象 脉象啊怎么样 特别旺盛 气血啊 更加充盈 到秋天了 秋阴中恒 恒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我们那个秤的秤杆 我们到自由市场买东西 说你看那个小贩 是怎么样 说你买什么东西 往那个秤里 一秤 拿着秤杆 一凉 旁边还有一什么呀 秤土 冬天就像什么呀 冬映中拳 这拳就是这秤土 恒是一种什么呀 是一种偏幅的表现 说这气血呀 从夏天的外表 充盈 逐渐的要内收 所以它还比较平 冬天内藏在里了 所以它就像拳一样 像蹭驼一样 你看啊 人体的气血 在这个四季当中 它也有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 实际上为什么有这样变化 也是受到了四季 阴阳之气消长了 这么一个变化 那我说到这样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 说秋冬这个季节呀 对动植物啊 它有影响 对我们人体呀 也有影响 所以动植物也好 这个人也好 都应该按照秋冬的这个规律去做 那么简单总结出来 秋冬这个规律是个什么规律呢 它就叫是一个收 是一个藏 因为秋天它要内收起来嘛 冬天都要藏在里边嘛 不要外露嘛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 也都应该是遵守咱们一个规律了 那你说如果你不遵守这规律 能不能行啊 有可能就产生疾病 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呢 这是指一位小姑娘 十九岁 说一直啊睡眠不太好 结果在去年呢 冬天呢家中了 而且还有一些什么症状啊 心慌啊气短啊 双手还有点什么呀 还有点颤抖 说到晚上啊 头晕脑胀 昏昏沉沉 但是就是睡不着觉 而且白天呢 也是全身发力 情质也不好了 老是伤心欲哭 人特别烦躁 还知道饥饿吧 也不知道饥饿了 就这么一个患者 另外还有一个患者呢 是一个男性 五十二岁了 这位呢 其实啊原来他有这个胃炎的 这么一个毛病 结果也是去年冬天怎么样 还家中了 胃完怎么样呢 有那种烧弱感 老感觉怎么样 老感觉烫 发热 让他来说是烧的火 而且还经常怎么样 粉酸 胃里还特别胀 你了解这个情况 说为什么冬天的这么严重了 前的那个小姑娘 就才开始跟你讲 他说啊 因为一入冬以后啊 他这个思绪不断 因为来年呀 要有高考 他就老想啊 这个考试怎么办 老去担心 当然担心考不上了 日夜在那儿去行 后边那个五十多岁 这位男性呢 他是一个什么呢 工作特别繁忙 入冬以后一直在家报 要不然完不成业绩 压力也是比较大 该熬夜熬夜 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工作压力大 工作比较繁重 日夜劳作 你看啊 一个是什么呀 入冬以后应该是收了 精神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事 他反而精神不收藏 这就是精神不收藏 没有很好地做到收 另一个呢 这位男性呢 是什么呀 是劳作不收藏 在日夜加班 因此他们是违背了秋冬 这种规律 因而也就怎么样 发作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不管是自然界 动物植物那种景象 还是我们人体 都表现出了一个问题 秋冬应该是收 和藏 这个《黄帝内经》来讲啊 这实际上也是春夏秋冬 阳气消长的这么一个规律 春天呀 阳气升发了 夏天呢 阳气怎么样呢 壮大了 到秋天呢 阳气应该是内收了 收炼了 冬天呢 应该是藏在人体之内了 所以是一个春夏秋冬的 生 长 收 藏 那么在春夏呢 内经是用阳来概括 秋冬呢 它实际上就用什么来概括呢 用阴来概括了 实际上我们讲 秋冬阳阴 这个阴在这里最主要指的 就是什么呀 收和藏